在两性的相处各种中,抚摸作为一种表达情感和传递情感的方式,在两个人相处中起到了润滑作用,女生也喜欢被抚摸,在他们看来,那是一种调情,也是男女间独特的暧昧。 抚摸这是个地方,女人最能感受到你的爱意和情意,也是最喜欢那样的感觉。你知道是哪四个地方吗?你抚摸过吗? 一,脚。女人们经常穿戴高跟鞋,脚步总会有不适应,而抚摸脚步固然觉得很害羞,可是男女在一起,抚摸这个处说,让女人们最温馨。 二,手。刚刚相互认识的男人和女人,经过一段时间的沟通,相互有了了解,在约会的过程中,男人总是装作不经意地去触碰女人的手,这个时候女人如果不排斥,男人在接下来的约会中,可能就会大胆地拉住女人的手。 而女人如果喜欢男人,她一定会很喜欢男人这么拉着自己的手。经过短时间修舍过度,两人甚至会伴着说笑,双手磨杀起来,这其实是感情进一步发展的表现。 三,头发。摸女人的头发代表着对女人的宠爱,会让女人对你顺从,更会让她认为你对她很重视。 四,脸庞。男人抚摸女人的脸庞,会让女人感觉很粗心,男人深情地看着女人,抚摸着脸庞,让女人感觉到男人的深情和宠爱,不由自主地想要跟你在一起。